很多人不知道,苹果和山楂放在一起,没想到解决了很多人的大麻烦,尤其是历秋后天气转凉,老人孩子脾胃不好的,而且睡觉也不踏实,这个配方你一定要收好,5块钱买了两斤半的苹果,用温水给它清洗干净,不用去皮直接切成小丁备用,半斤洗干净的红枣,用剪刀剪成小条,全部剪好到进锅里,切好的苹果丁,加125克的山楂,1500毫升的清水, 扣盖大火煮开,再转小火炖上40分钟,煮到全部软烂关火,晾凉后倒进纱布袋里,挤出苹果山楂汁,然后倒进锅里,加入适量的冰糖,用大火煮开后转成小火,用铲子不停地搅拌,防止糊锅,慢慢地熬干水分,这样没有水分保存的时间会更长,熬到这样看起来很浓稠就可以了,把它倒入玻璃容器中,放冰箱冷藏保存,营养又好喝的苹果山楂糕就做好了, 每天冲上一杯,酸酸甜甜的,特别好喝,保存起来你也试试吧,如果你每天不知道吃什么,我的主页有更多不同的美食教程